欢迎收听南台湾online的节目 我是主播郭子玲 今天呢在节目这边 我们邀请到了好运国际生殖医学中心 不孕症生殖内分泌的专家 郭鸿章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现在先请郭鸿章医师呢 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子玲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到就是 包括说年纪比较大 可能会碰到一些不孕 或者是说呢 更年期方面的一些困扰 那我们首先呢 就是要来请郭医师讲 一对五十多岁了 姐妹花 那他们可能就会面临到 刚刚讲的这两种困扰对不对 没有错 我们好运诊所 最近有一个患者 她是妹妹先来 妹妹年龄已经五十几岁了 那结婚了一二十年一直都没有小孩 所以到我们好运诊所来看 然后当然她这种情况之下 她必须要接受一些特殊的这一个治疗 然后呢她有顺便告诉我说 她姐姐又比她多两岁 所以两个加起来一百一十几岁 然后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一直晚婚的一个困扰的问题 这个妹妹呢 当然是已经有结婚了 然后是一二十年来没有怀孕过 从来没有怀孕过 然后这个姐姐呢 是跟这个先生在一起很久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去登记 因为先生有一个要求 就是一定要有小孩 他才要登记 那我是觉得说这种几乎都是 我们知道这很现实的问题 还是很多人在观念里面还是有一种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的这种想法 所以他们来我们诊所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看到这几个状况 第一个当然就是子宫的萎缩 第二个当然就是这个卵巢的萎缩 阴导的萎缩 所以在性生活上面当然也是有困扰 情绪 还有这个睡眠品质 各种性生 各种那个更年期的症状都会很清楚 所以像这种患者 我们一般会建议他接受 这一个生殖的这一个考量 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些特殊的处置 让他的子宫从萎缩 慢慢的又再恢复到年轻 然后再植入健康的这个胚胎 然后两个姐妹目前顺利都怀孕成功 你刚刚说让子宫变 就是说他其实是老化的状态 然后又要恢复到年轻 才可以顺利植入胚胎 要怎么样能够让他 这个可以植入胚胎 基本上那就是荷尔蒙的使用 因为我们知道女性的这个卵巢 他可以分泌女性荷尔蒙跟排卵 但是对有些女性而言 他已经可能没有排卵功能了 那荷尔蒙也没有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补充卵 所以我们只能够补充荷尔蒙 然后利用这一个药物的荷尔蒙 让我们的子宫来回春 然后让她的内膜可以接受胚胎的着床 所以这是办得到的 对所以我们这一对姐妹花呢 就在我们好运国际生殖医学中心 顺利的怀孕当中 两位都是怀孕当中 对目前都已经在怀孕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主题里面 可以了解到一个重点 就是更年期的女性 她必须要面对很多的情绪的障碍 睡眠的障碍 性生活的障碍 所以我们先从情绪来开始讲 因为情绪第一个 我们常常讲说什么人不要惹 情绪不好的人 不是老女人不要惹 就是怕说她这个会有情绪上面的 对因为我们常常讲一个观念 更年期的女性呢 因为她身体的不舒服 所以她也比较会照热 不好睡眠 然后脾气容易易怒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老女人不要惹她 因为她在更年期的阶段上 不是说这个女性 她的修养不够 而是她的身体很不舒服 所以很不舒服的话 有一些让她不太舒服的一些言论 让她不太舒服的一些动作 很可能引爆 她的脾气的宣泄 所以我们常常讲这句话 就是老女人不要惹 其实这个是一个 更年期的情绪障碍 那当然也包括睡眠 因为人如果长期睡眠品质不好 那我们的记忆力会慢慢减退 然后身体机能会慢慢的衰退 那这个部分我们如果说补充 女性荷尔蒙 好女性荷尔蒙 这个是可以改善的吗 没有错 因为我们现在有比较多的选择 在从前的人哪有太多的选择 所以从前的人就会想说 我用胎盘树叫紫荷居 因为它含有一些荷尔蒙 这些荷尔蒙可以改善 另外有比较有钱的人 他可能会说雪蛤 或者是说所谓的蜂王乳 然后这些都是含有一些植物 含有一些荷尔蒙的成分 那像以前的葛根 像中药的厨方里面的家味悄瑶散 这些都含有一些植物性荷尔蒙的厨方 所以它能够改善更年期的不适 可是最重要一个观点就是说 它的有效浓度不够 所以在我们现今 女性就会比较优势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医药发达 卫生交易也比较健康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安全的管道 取得适当的荷尔蒙 然后这些荷尔蒙 对我们的女性的老化 自然而然就会可以使它减缓 那我不知道说 子玲有没有注意到一个 一个最前一阵子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世界卫生署禁止 禁止化妆品 加女性荷尔蒙或使用胎盘素 有我有看到这一个 那为什么要禁止使用 女性荷尔蒙跟胎盘素 因为你每天不断的在使用 使用的荷尔蒙当中 如果你没有适当的去给医师看诊 或者是说你都完全都没有去 顾虑到说荷尔蒙可能产生的风险 所以荷尔蒙不是说 我现在年纪到了 比方说40岁以上 然后我就补充它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 好来我们再讲这个观念 先从这个化妆品 因为这些化妆品 它含有荷尔蒙 包括雌激素 包括所谓的胎盘素 所以它才有真正养颜美容的效果 是 不然的话其实都叫做粉末 就像说我们在涂油彩一样 涂水彩粉彩等等 它的功能性 对真正有效果的是在荷尔蒙 当你把荷尔蒙拿掉的时候 你说再大的品牌 它的效果非常有限 然后再过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在荷尔蒙的选择 荷尔蒙的选择的第一个观点一定要告诉大家 这个男人有荷尔蒙的需求 同样的女人也有荷尔蒙的需求 但是因为女性有月经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说红绿灯到了 就是说更年期到了 因为月经没有了或是减少 但是男人的更年期其实也是存在 只是说男人会感觉到他容易疲倦 肌肉无力 或者是觉得性功能障碍等等 那女性的部分 我们以一个妇产科专业的角度 一定要再三提醒患者 当你开始使用女性荷尔蒙的时候 一定要先做仔细的子宫颈 子宫内膜 子宫的阴道超音波 假设没有性生活过 一定要从肚子的超音波 仔细看子宫卵巢 包括子宫内膜 如果有性生活过 包括抹片乳突砖病毒 还有在验这一个子宫卵巢 子宫内膜 这都是重点 然后只要使用荷尔蒙 你就是每半年到每一年 都要仔细检查一次 为什么要使用荷尔蒙 此激素之前 要做这么详细的检查 因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 两种状况 当然我们现在刚才提露了一点 就是乳癌 荷尔蒙作用主要的激转 主要的影响的主要器官 我们看得到的 容易有病变的 主要的还是在子宫内膜 还有乳房 但是荷尔蒙不是只有作用 在这两个地方 它包括我们人的皮肤 我们人的骨骼 我们人的心血管 我们人的大脑皮脂 这些都有影响 所以刚刚像 郭医师有讲到说 可能会子宫脱锤 什么肌肉拉住子宫的肌肉 会松掉什么 这个其实也都是影响 对这个都是一个 但这个肌肉的 就子宫的脱锤 还有这个因为以前的人生的比较多 生得不生 所以生长的肌肉拉住 那我们现在是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当你要使用女性荷尔蒙之前 你必须要先仔细评估一下 我的乳房 我的子宫内膜 我的卵巢 是不是有长肿瘤 对因为这个观念很重要 水能载咒 异能覆咒 所以我们使用荷尔蒙 第一点先确定它的安全性 那我们现在荷尔蒙的选择有几种 一种就是在台湾 我们就以台湾来解释好了 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主要分三种 第一种就是健保给互的 化学合成的荷尔蒙 化学合成的好吗 因为我们知道 就像是有些的东西 我们说常讲一句话 叫田人的雄鹤 可是田人的雄鹤 它牵涉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你的萃取的浓度够不够 第二个你的成本够不够 因为我们知道健保是大锅饭 对 如果健保什么东西 都是用到我们认为条件最好的话 那它的成本一定非常的高 这就是用化学合成的 就像我们常讲说避孕药 避孕药也是化学合成的荷尔蒙 只是说更年期的荷尔蒙 补充所使用的这些化学的荷尔蒙 它的有效效价 会比我们在吃的避孕药来的低 因为避孕药的主要目的是 要抑制排卵 但是这个更年期的荷尔蒙补充疗法 它是要补充你荷尔蒙基本的需求 也就是说吃不饱又饿不死 第二个呢 就是自费的 当然有包括所谓的这个合成的药物 比如说利菲亚 然后再过来就是进入到所谓的 自费的另外一种荷尔蒙 那个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药肠 它就是把这一个我们所使用的女性荷尔蒙 浓度减半 再加上比较不会对乳房刺激的黄体素 Divastone 这样的话呢 这样对我们的子宫内膜 对乳房 对我们的血液循环会比较帮忙 另外一个就是来自大自然界 大自然界主要是两个主要的成分 第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我们常讲的叫大豆义黄酮 大豆义黄酮我们常会听到叫植物性荷尔蒙 其实大豆义黄酮只是植物性荷尔蒙的一种 对 那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叫有效效价不足 比如说我需要高粱酒 可是我今天用啤酒来代替 是 算是酒 可是酒精浓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作用的有效效价不足 所以如果说以我们一般的角度 每一个女性 更年期的女性 最基本的需求而言 每一天她必须要喝一加仑的豆浆 才够她 一加仑很多 对一加仑4.6公升 哪几个人可以一天喝4.6公升的豆浆 而且是每天喝 所以植物性荷尔蒙最大一个面临的困难点 就是你的萃取的技术要够 如果你的萃取的技术不够 你还是面临的好像有吃 实际上你所使用的浓度并不够 然后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有常在电视上有做广告 那个其实也是大豆浆黄酮的一种 只是说厂商呢 他不正面去提大豆浆黄酮 他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代号 让人家摸不清楚 然后再过来第三种呢 是葛根 叫葛瓷素 我们知道呢 中医的这一个本草钢药啦 或者是说 这个张仲锦的伤寒论里面 有葛根 有葛根汤 他里面有一些平火啦 然后滋补啦 然后有一些宣泄一些 比如说我们身体的不舒服 然后这个有些人呢 就会把它用在 这个女性或是男性的一些调整 那我们也知道呢 以前的中药 一大包 一大铁药 然后什么东西 几钱几钱几钱 然后储成一个方剂 比如说你今天拿了一个葛根的方剂 葛根汤 它是有好几种中药混合出来 所以但是以前没有办法 像我们现在有药的那种 萃取的技术 所以以前是三碗水 担做一碗水 有头有这有白 对对对 因为我们家开中药房 所以我可以讲得很顺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以前为什么用水药 现在中医都叫水药 其实以前叫煎 你就是加了水 然后用那个桃的那个锅子 然后一直煎 然后锅慢慢煎 对对对 慢慢煎煎煎煎 煎到很浓 再把它倒出来 然后剩下的再继续加水 然后再继续煎煮熬 然后再把它浓汤 再慢慢喝下去 所以以前的方剂就是这样来的 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它是把药把它磨成粉 再加蜂蜜炼制 变完 对完 所以我们常讲一个欧油丸 其实不是那个药是黑的 是因为它加了蜂蜜 所以蜂蜜的目的也有黏着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会说中药丸怎么都是黑色的 那是因为传统的中药的丹剂 它是加了蜂蜜 然后再过来 葛根我们既然提到葛根 葛根其实它有很大的用途 可是为什么说它的用途 在一般人的想法里面不太认识这个药 因为它牵涉到所谓的葛磁素的浓度 如果我们今天从不同种类的葛根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葛根的植物 然后不同的葛根里面去发现到说 目前发现 就是泰国的这个葛根叫白高科 这个植物的根精 它所含有的葛磁素浓度最够 所以有美国的药厂 就是跟泰国的农民合作 专门来种植泰国的葛根 白高科 对白高科 再从里面萃取出高浓度的 这个葛根素 又叫葛磁素 然后这个来当作荷尔蒙的取代用药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用化学合成的荷尔蒙 你今天是用自费的化学的荷尔蒙 或者是用这个来自植物界的 不管是大豆义黄酮葛磁素 都有它的疗效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观念 你在使用荷尔蒙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固定时间追踪你的乳房 追踪你的子宫内膜 那我们知道呢 以前在这个WHI就是世界卫生署 它以前跟惠世药厂有一个研究计划 就是做更年期荷尔蒙补充 对一些心血管 对一些什么的患者 有没有什么更年期的女性 是不是有帮忙 可是在这个美国的研究当中 它做了一两年之后就喊停 为什么 因为它发现到乳癌 心血管的疾病等等 好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所以突然就喊停 可是这个计划也让惠世药厂破产 那这个计划最大的缺点在于什么样 因为它所收入的 这个几万人的参加人数里面 有从年轻的到八十几岁都有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做检查很贵 所以这些患者 他并没有事先做子宫颈的评估 子宫内膜的评估 心血管的评估 还有包括乳房的评估 所以有乳癌的患者 有子宫内膜癌的患者 或是子宫内膜异常增生的患者 你给他使用的女性荷尔蒙 有可能导致癌化 所以我们简单的说 如果你没有癌症的人 比如说乳癌好了 我没有乳癌的话 那我使用女性荷尔蒙 我增加乳癌的机会 大概是千分之零点一五 就不是很高啦 对 但是假设我今天是有乳癌的 那可能有些人他有乳癌 可是他并不知道啊 那荷尔蒙可能就会让他的乳癌加速生长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开宗名义 谈到荷尔蒙的这个补充的这个观念里面 一定要个观念 就是说我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妇产科医师 专业的乳房外科医师 那我先做过乳房的检查 包括乳房超音波或乳房X光检查 确定我大概没有乳癌这个机缘 或是这个风险 当然女性的乳房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囊肿 或是其他的这个肿瘤 良性或恶性通通都有可能 所以你没有检查你怎么知道 所以我们讲一个观念 荷尔蒙补充疗法应该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是说更年期女性一定会发生的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骨质会疏松 第二个心血管会动脉硬化 像女性更年期前跟更年期后 心血管疾病大概增加一二十倍 再过来就是大脑皮脂的萎缩 大脑皮脂萎缩大家有说听不懂 你要想做瞬间记忆的减少 比如说我刚刚早餐吃了什么 就忘了 我刚刚出门我的药食放哪里 忘记了 我常常戴的眼镜找眼镜 对像这种近期记忆的减退 就是代表我们大脑皮脂慢慢的在萎缩 刚才这个子林也提到 我们有些更年期的女性障碍里面 一个很大的困扰 当然就是睡眠 然后睡眠又跟阿兹海默症有关系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 也许大家在网路上看过 也就是说我们人如果睡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垃圾 叫做所谓的内淀粉 然后这些内淀粉 它就会堆积在我们大脑里面 所以久而久之 就会影响了我们一些黑子 我们一些跟记忆 跟一些有关的这个功能 就会形成慢慢形成 所谓的阿兹海默症 又叫做老年痴呆 但是假设这一方面的患者 他睡觉睡得很好 那他身体的清道夫 脑中的一些细胞 他就会把这些垃圾给清除掉 所以适当好的睡眠 它不是只有让我们好睡 它也会减少我们记忆力的减退 所以更年期荷尔蒙补充 对不起男生比较没有直接的研究 还是有 这我们以后会谈 在女性的部分上 你适量的使用安全 有效的荷尔蒙补充 但是一定要记得 千万不要说 医生不我吃这味 我就一直吃下去 因为你没有做检查 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变化 你并不知道 是所以很重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做检查 不管说我们要 服用这个荷尔蒙磁激素的补充之前 或者是这个中间 就是定期要去做这些检查 今天郭鸿章医师的提醒 那我们今天要谢谢 好运国际生殖医学中心 不运症生殖内分 专家郭鸿章医师了 谢谢 谢谢 南台湾online 由中广江一台台南台高雄台联合制作 郭子玲主持 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搜寻脸书 中广主播郭子玲 粉丝专业 按个赞 将提供您更多的南台湾online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